欢迎订阅我的Boston Studio 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呢 就叫琴满顾礼 好感动人的名字 这场音乐会的指挥 是我仰慕已久的 著名指挥家刘沙先生 刘沙老师 我好久就想跟他合作了 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的近况 那么是在七年前 一晃转眼间七年了 在我人生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毅然决定放弃了工作 我去实现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梦想 那就是去世界著名的 波克里音乐学院 去进修这个爵士乐 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去美国进修爵士乐呢 其实呢 当然爵士乐是我 非常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 我喜欢它最主要是 因为我们民族音乐 其实跟爵士乐更像 因为我们民族音乐 讲究的就是个性 你像我们那些吹鼓艺人 他们都是记性演奏 那跟爵士音乐家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去美国 去这个爵士音乐学校 去学习爵士乐 学习记性演奏 那么我在2015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 我就顺利的毕业了 我取得了这个 artist diploma 就是艺术家文凭 这个在柏克利 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我也有多次 率领这个柏克利的乐队 去亚洲演出 今年年初 我们就去新加坡演出了 一场叫 荣仔银音乐会 那么我们今年年底 十二月九号 我们也在广州做一场演出 那么这次呢 我非常荣幸 就说要回这个 我们的 我的第二故乡 香港 还有这个澳门 我跟澳门中院团 有多次合作了 平时没事的时候 我也会去澳门 那里有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学生 所以我很喜欢 澳门这个地方 这次有幸再回澳门 去探望一下 亲朋老友 然后再做一个演出 而且这次是正儿八经的 海外游子回到了家乡 回到了故里 而且这次呢 我很开心呢 就是我这次演奏的曲目 非常合我的薪水 因为其中有一场 有一首曲子叫 《郭雅之与世界音乐》 那刚好是我 这个去年 新出的一张专辑 是由这个 中国内地的瑞明音乐唱片公司 给我出版发行的 那制作是在波士顿 在美国 制作的 这场专辑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在里面 挑了几首 六首乐曲 作为这个音乐会里面的 一个演奏曲目 那么这首曲子 其实在去年呢 就跟这个 台湾的新卒国乐团 新竹青年国乐团 跟他们演出了 首演了 那 所以我非常开心 这次呢 在澳门做一次 第二次 在澳门首演 这里 这个曲子 我吹了很多不同 种类的管乐 有竹笛啊 有葫芦啊 有葫芦啊 管子啊 台湘啊 还有索娜 所以说 这首曲子是 不同国家的 音乐组成的 所以说 这首曲子 是扣题的 我邀请了这个 我的老师 我的老前辈 我家乡的 也是我父母的好朋友 他叫杜志明 杜志明老师 最近呢 我也有机会 演奏一些家乡的东西 那么杜老师 就给我命题 写了这个 相亲相运 那么在这首曲子里面 我们第三个乐章 就是 演奏杜老师的这个 就叫 山香闹红火 非常有我们山西韵味 那么第二个乐章呢 是这个 也是我的好朋友 著名作曲家 张一斌先生 那么这首曲子呢 是刚好是为 静胡跟二股弦写的 是山西韵味的 曲目叫 这个 静琴 所以这次呢 刚好发挥一下 我小时候的功力 我小时候 在山西异校的时候 就是拉二股弦的 我的老同学 拉静胡的 叫白兆云 他要跟我一起合作了 当年我们在香港 中文台合作过一次 第一个乐章呢 就是这个 我选择了这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曲子啊 比如说 这个 神说山西好风光啊 还有这个 夸土产 这可是我小时候的一首 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曲啊 叫我们平遥 用平遥话来演唱的 第三首小曲子呢 就是 挂红灯 这呢 我早年呢 在中央电视台也录过一个 叫挂红灯 跟那个差不多 这次非常开心啊 也非常期待啊 就是 去澳门 与澳门中文台合作啊 这场 琴满故里音乐会啊 这是我 一次 对家乡父老的 一次汇报啊 也是 我把 小时候的啊 一些啊 一些 深藏在我 血液里边的那些东西啊 来把它翻出来啊 在展示给大家啊 所以说这次音乐会呢 让我尽情的发挥一下 我非常的期待 10月19号 在澳门国际音乐节上 请满故里的音乐会上 与大家相见 平遥的牛肉是太过的饼 情绪的葡萄是贴明明 鱼与死太阳气血城 有点死 拉面悬面 小色欢人 鱼与死太阳 哈哈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